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 诗诗纪第四章 今天出现的人物很特别哦 这位神兴起的诗诗是一位女性 名字是迪波拉 也是一位女先知 也是诗诗中唯一出现的女性 在已户后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一次神把他们叫在 下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冰的手上 耶冰有一位大将叫西西拉 他住所在夏罗社这个地方 下所和夏罗社这两个地方 其实是当时交通大道和重要的通商的地方 而西西拉厉害的是 他拥有当时最强的武力装备 就是他有铁车900辆 那时的以色列制铁技术当然比不上他们 两方的军力部署简直就是单纯洋春配备的步兵 对上武力最坚强的超级坦克大军 以色列人就这样被欺负了 欺压了20年之久 也因此当迪波拉兴起 他去找巴拉去执行任务时 巴拉胆怯了 要求迪波拉也要一同前往 他不要一个人去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因迪波拉是为先知 他虽答应一同前往 但在四章九节说到 他也预言 除掉西西拉会是一个妇人 而巴拉因为信心不足 在他所行的路上就得不着荣耀 正言有一句话说 骄傲在败坏已先 西西拉拥有他那个时代最强的战力 900辆铁车 对这群看似不懂战略 装备战力差一大截的以色列 他一定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金顺河旁是平原地形 最适合铁车作战 但以色列是蒙神特别俊古的民族 有神的同在 神出手就奇妙的扭转情势 详细战胜的原因 在下一章会提到 这场战役竟然是 好像绝不可能赢的以色列人 战胜强大的铁车军队 还让大将西西拉盾逃 这时出现了第二位情女子 西西拉躲避追赶时 逃到他所认识的金领人西柏纳 那时只有西柏的妻子亚裔在 面对如此逃亡的军队大将 又是先生的朋友 若是你 你会怎么办呢 西西拉一定万万没有想到 亚裔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在他沉睡没有提防的情况下 亚裔勇敢地用手边有的帐篷的角子 叮入西西拉的并边 结束了他的生命 失去大将的爷兵也失去战力 以色列人之后就把他灭绝了 以色列许多得胜的战役 从古至今都一直应验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所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世事得胜的关键 是因为他们依靠神 因为有神的同在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就不惧怕 不论是男性 男先知 女先知 或是平凡的女子 如本章的牙抑 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 就能成为那奇妙的器皿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也谢谢你 或许我们在人的眼中 是愚拙的 是软弱的 好像能力不足 有时候好像也被别人认为笨笨的 或者是好像什么都不会 但是你是奇妙的 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征战 或是生命道路的时候 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是依靠你 只要有你在我们左右 我们就不惧怕 谢谢你 是你帮助我们生命得胜 谢谢你 是你亲手成为我们的主 你引导我们每一天的道路 我们要为此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透过这些圣经的人物 来激励我们 也让我们学习到 主耶稣 你是何等的宝贝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盾牌 你是我们的山寨 就是说帮助我们今天 我们就依靠你得胜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受奉告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